印度再過幾天就要迎來皮獅奴節慶典 不料今天凌晨當地一座廟宇 卻發生煙花爆竹倉庫大爆炸 樂極生悲 當局懷疑 意外照音是釋放的火花 點燃存放鞭炮的倉庫 結果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廟宇瞬間淪為人間滅獄 不少在場的信徒葬身火海 死亡人數至今逼近百人 至少兩百人受傷 印度今天凌晨三點左右 發生的煙花爆炸悲劇 發生在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普林格廟宇 當局調查後初步推斷 是燃放的煙花在空中四箭亂飛 結果意外點燃 存放爆竹和煙花的倉庫爆炸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一公里外的民眾也感受到強大的爆炸威力 連環爆炸切斷電流供應 深陷黑暗中的上萬迷信徒 在一片火海中驚慌尖叫 現場有如人間煉獄 火勢迅速蔓延 隨後吞噬整座廟宇 喀拉拉邦首席部長昌迪證實 將近一百人命喪皇權 兩百四十五人受傷 多數為婦孺 消整人員通宵打彈 最終產工控制火勢 天亮以後繼續在災區殘骸中 尋找生還者 今年寺庙会燃放烟火庆祝赞美新都教保护神皮施奴 由于这些庙宇在燃放烟火前没有获得政府批准 因此印度政府已介入调查 揪出为例者